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车库 进门走廊请寬敞 左边 进门是一间主人房 主人房的洗澡间 机柜 回到走廊往里走 右拐是一个车库 标准的双车库 走廊再往左拐 这个就不一样了 左边是它的一个厕所间 跟它的洗衣房取一 别在一块 这里有面墙 往右拐是个客厅 或者可以坐房间也行 往里走 进入到一个比较大的 主要的客厅和厨房区域 厨房是对着侧面的 厨房面积不算小 右边是一个粮食 干粮储备的小房间 再往里走 这个是亮姐 它除了刚才那个客厅之外 这里还有第二个客厅 继续往里走 你进入到一个房间区域 就是第一个房 对着后院的 比较标准 三米一乘以三米一 带内嵌式的衣柜 继续回到刚才 那个小的地方 做了一个马桶间 这是公用的淋绿室 加浴缸 继续往里走 还有一间房 是对着侧面的 也是一间标准的小房 大概三米一乘以三米一 大概内嵌式衣柜 这个区域如果不把它 算作房间的话 那里面的房间呢 就只有两间 加上主人房的话 就算三房 如果这里能够做房间 来使用的话 那就是四房 所以这个房子呢 它就是 它也是比较灵活激动 甚至可以做成五房 甚至可以做成五房